Hello 同学们大家好 接着上节课我们做的项目 我们继续来写项目中的代码 在编辑器里面 我已经打开并且启动了这个项目 大家可以看 现在服务器是运行着的 同时我进入到了项目的目录之中 那上节课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先把Cost.GCent给它删除掉了 然后打开我的浏览器 当我在浏览器里面去访问 getData这个接口的时候 在这边看 我回到这个目录下 Cost.GCent里面就会多一条数据 但我再刷新一次 然后我再回这里的时候 大家看就两条数据了 我再刷新 再回来就三条了 所以每次刷新都会增加一条数据 这样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那假设我把这块的代码扔到了线上 每个人都有前线去访问我的这个接口 可能就会有人恶意的攻击 快速的去刷新这个接口 那他快速刷新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我的Cost.GCent这个文件就会快速的变得越来越大 不断的增加 会导致我硬盘占用空间不断的增加 那么当硬盘满掉的时候 我整个服器就会挂掉 所以这块是有安全隐患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需要给这个接口加一个全线的校验 所以点开router.ts这个文件 这块我要做一个判断 我需要有一个密码的校验 但要做到这个功能 首先我要增加一个新的路由 我在这里写一个router.get 它给一个路径 比如说我们叫做login 比较简单一点 这里面我们去写这样一个 微调函数 OK 然后或者我们直接用上面的 之前写的这个路由就可以 跟路径的时候 直接显示登录的一个页面 在这块我就显示router.s.s 里面我写一个html OK 来一个body 中间我们再加一个 叫做form form上面我们来一个 method等于post action等于 根目录下我们进入到get data这个方法 然后这里面我们写一个 input tap等于 password name等于 password 再来一个button 锡胶 锡胶 锡好了之后呢 我们做一次保存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浏览器 做一个查看 我们进入到根路径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input块 然后有个提着按钮 这里我就是数123 我密码是123 然后点提交的时候 才能去爬取一次内容 而如果你直接访get data 我希望是没办法去爬取的 OK 想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回到代码继续来写 首先呢 这里当用户提交的时候 它是一个post的提交 我们可以回到乱七来看一下 当点提交的时候 它会通过post进入到get data 这样的一个路径 所以它会提示 get data这个路由找不到 那要想 这样它能找到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要把这个get改成poster OK 保存一下 然后把course.json 给它删除掉 我们来做个测试 回到浏览器 我回到首页 我这里输123点提交 它会提示get data success 然后这里面会多出一条数据 所以现在呢 没问题了 然后我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大家写过express呢 一般会这么去写 if 或说const password 因为我提交的这个字段叫做password 对吧 等于req.body 对吧 当我去提交post内容的时候 它的内容会放到表单的body之中 然后判断if password 等于等于等于 123 OK 我去提示 成功 else 我叫res.json 叫password error 好 上面这块呢 我可以直接这么写了 不用这个 解构复制 因为要延展出下面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保存一下 也就是说呢 我认为你 只有post过来的password 等于123这个字符串的时候 密码才通过 然后才能去patch 否则的话 我就提示密码错误 回到浏览器 我们刷新 当我填456的时候 连提交 它会提示什么呀 它会提示password of undefined 那我填123呢 它也提示password of undefined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回到编辑器里面 那之所以password 它呢提示是什么undefined 这样的一个错误 是因为啊 现在req.body 其实它就不存在 我们可以在这儿 注视掉下面的代码 直接运行一个 res.stand req.body 保存 然后我们再回到浏览器刷新啊 体验123提交 你看它返回 什么内容都没有 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或者说直接console.log res.body 保存 sorry 是req.body 然后我们在这儿 再刷新一次 继续 大家看控制台打印出的 这个东西是undefined 比如说req.body 现在是undefined的类型 可是你会发现 很奇怪 如果它是undefined type script理论上 应该能够帮助我们 去做一些错误的纠篇 那么现在 我把这块的错误的代码打开 发现type script 依然会认为这个代码是正确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之前我说过 express这个库 或者说这个框架 实际上是通过js来写的 当我们去使用express的时候 实际上是用类型定义文件 做了一个中间的翻译的过程 那如果我们打开req.body 这个属性来看的话 按住command 点击body body它的类型 实际上是一个req.body 类型 我们再点击req.body去看 其实req.body 它的类型是any 也就是实际上 它会认为req.body 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const a等于req.body 大家看a 它的类型实际上是any类型 而any类型 你再调password 它其实是不会报错的 因为它也不知道body 到底是什么 那这块出现这种问题 也就是说我代码会报错 运行的时候会报错 但是保存一下 再刷 大家看 我代码运行的时候会报错 但实际上我type script 语法上并没有提示错误 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 我的类型注解文件 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类型定义文件 这个中间的翻译 d.ts这个文件 它写的就有问题 所以导致我现在写代码 它不会帮我提前暴露出问题 这样的话就导致tapscript 失去了提前报错 这样的一种能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我们去使用老的这种酷的时候 比如说像express这种酷的时候 你使用类型注解文件 去做翻译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先把左侧的这些东西都关掉 那我们现在先去解决这个报错 怎么解呢 如果写过这种express代码的同学 其实会知道 我们说 req.body 什么时候它会一直有呢 其实是当我们使用了一个 这种express的中间件之后呢 它才会去有 那我们其实需要安装一个中间件 去解析这种post的请求 或者说放表单里 内容这样的一个中间件呢 叫做body parser 对吧 好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打开浏览器 到github上面 然后呢 我们去找一下 叫做body parser 这样的一个express的中间件 点开body parser OK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安装它 首先installbody parser 回到我的浏览器 回到编辑器 清一下平 npm restorebody parser 刚刚stay5回车 好 先按着我们来看怎么用它 首先呢 要去引入这个body parser 引入这个中间件 那就在我们的index.js里面 去引入这个中间件 我们不用com.js的语法 我们用tapscript里面 支持着这种import的语法 frombody parser 没问题的 然后呢 用它的时候 桌件件的使用 肯定要用app.use 对吧 那我看一下 在下面 我们找一下它的使用方式 OK 在这里 app.usebody parser urlncoded 这块实际上是针对form表单的一个转化 我们现在用form表单做提交 所以用这块就可以 回到代码编辑器 一定把它写在转化 一定把它写在router路由的前面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不然的话 你先走路由 再走它 路由里面想要掉这个 req.body 掉不到 必须先去解析 请求里面的这些内容 然后再去走路由 才可以 这块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话 可以去查一下 express 或者node 其实主要是express中间件 这块的内容 中间件有个先后 一定是让它先去解析请求的内容 再去走到具体的路由 对请求做处理 顺序一定不能反 不然的话 你会发现 写的代码 和我这边写的代码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好 保存一下 那现在 我就使用了这个中间件了 使用了中间件之后呢 我们再运行 npm run第一位 回到 浏览器 我们再回到首页 刷新 红书456点提交 它会说password error 那我填123提交 get data success 然后看一下数据 这个时候保存数据又多了一条 说明我的代码已经运行成功了 我们来看 当我们有了body parser之后 它就会带来一个新的效果 什么效果呢 当我用了body.passer之后 req里面 请求里面 就始终会有body这个字段 那么我从里面呢 也能获取到 你传过来的放表单里的password字段 现在就不会报错了 好 这这块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先把问题记下 我们在index.ts里面去记下 问题 好 再来一个 问题二 问题是 extress 酷的类型 定义文件 点 d.ts 文件 类型 描述不准确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当我使用 中间件的时候 对req 也就是请求体 大家看 我中间件 如果大家用过express 应该知道 它可以对这种请求 或者返回 或者res 在两者之间 对请求的内容 做一些变更或者修改 那么 一旦我使用中间件 对req 或者res 做了修改之后呢 实际上 我们需要对req的这个类型 大家看 也就是request 或者response的类型 也做一些修改 但现在我们能不能够做到呢 实际上 我现在引入中间件 使用中间件 只是改变了req 或者res 但是现在 后面跟的这个类型 并不能实时的跟着改变 所以 比如说 实际上 类型 并 不能 改变 比如说 我用了一个中间件 它会在你的 这个req上面 增加了一个 叫做 点 hello world 这样的一个 属性叫123 我举一个 伪代码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中间件 它在req上面 增加了一个 helloworld 等于123 这样的一行代码 那么 我其实在我的路由里面 就可以怎么去用呢 是不是就可以通过 req.helloworld 去获取到这个123 但是 你发现 当你去定义一个中间件 使用一个中间件的时候 你虽然在req里面 增加了helloworld 但是这个类型里面 以前你没有说明 它里面有一个helloworld 现在你虽然 加了一个helloworld 但是你去用它的时候 也会报错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当我改了req或者res之后 实际上类型并不能改变 那后面 我在用req或者res的时候 就用不到中间件 新增的一些东西了 这也是使用express 这样老的框架 中间件的时候 会带来的一个新的问题 那么其实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我们在下节课里面 再给大家仔细的讲解 大家加油